高雄市长韩国瑜曾表示高市府由男主管长期对女员工性骚扰事件,在春节过后一定会处理,民政局昨证实已将该客长降调为非主管职,并调至另一区公所当客员。 对此,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表示,这位姓骚的客长,居然等到韩国瑜上任才铁腕开闸,在想想之前的收惠潜逃的赵家宝,真的印证一句话,朝中有局好做官,这是民进党执政的铁律。 韩国瑜今年春节前廖仲化,对于高市府由男主管长期对女员工性骚扰事件,年后一定开闸,民政局昨证实已将该客长降调为非主管职,并调至另一区公所当客员。 韩国瑜怒劈向这种大家都无法忍受恶劣行为,是绝不会容忍的,一旦办了就是非常重,他表示,必要时一定法办,绝不宽待。 而韩国瑜的铁腕开闸,让罗志强想起高雄前市府的前程往事,他与脸书发文表示,为高雄气暴请辞下台的陈菊副市长吴洪谋,之后又高升交通部长,在发生普优马事故。 另一位陈菊副市长陈金德,终由董市长任内让全台大停电,下台后再接宜兰代理县长,种种离谱举措,让民进党宜兰大崩盘。 更不要说,陈菊秘书赵家宝,收惠判刑定现后,这天和陈菊见面,那天和邱泰三吃饭,在台湾逍遥法外到现在,民进党政府当作没看到罗志强更表示,韩国瑜对姓骚客长开闸,其实是任何一位正常的市长都会做的事, 让人感到不解的,是陈菊市府这位姓骚的客长,居然敢这么嚣张的姓骚女员工,直到韩国瑜上来采铁万成戒。 罗志强于文莫感叹,这就是民进党的帮派文化,唯一的帖则就是效忠民进党,除此之外,工作疏失也可以,收惠潜逃也可以,而性骚扰,就更不在话下。 忠实电子报,罗志强脸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